整股有整股的价格 零股有零股的价格 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讲 其实你要善用这两个报价 来做所谓的价差操作 那一样可以获取两边的价差 零股事实上你是要 透过百分比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迷失在股票的价格 价位上面 因为独家零股投资数 已占成名的零股达人张坤林 靠零股成为700家公司的股东 六年下来张坤林口袋里的零股价值 已经翻了六倍 让他和我们分享他的零股投资数吧 高价股的部分 许多的小资助也开始可以拥有它 这是第一个好处的部分 那第二个好处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上市会公司的股东 那你当然有一点小小的好康 小确幸就是股东会的纪念品 就是说你买的时间 一定要就是在上市会公司 开股东会前的六十天 换言之你要去持有他的股票的时间 买近日 你就是往前推两个月 也就是二月份开始呢 你就要开始去买这些上市会公司股票 我们要怎么去领取这些股东会纪念品 其实领股跟整股的领取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一定要记得只要是领股 你就可以参与电子投票 你就能领取股东会纪念品 按照现有的法令规定来说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记得要电子投票 就是台湾集保公司里面去参与电子投票后 那你可以到台北市的各股 去领取股东会纪念品 那当然这就是属于比较北部的小确幸啦 南部的这个投资朋友呢 在这方面就比较困难 如果说领取上面有困难的话呢 当然你就可以透过 所谓的市场上的带领公司来协助你 投资人或许会发现 整股和领股的价格有不小落差 其实他们在券商是完全不同的交易系统 整股交易才逐笔交易 投资人下单后会立刻撮合 领股则是每三分钟撮合一次 整股的整股的价格 领股的领股价格 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讲 其实你要善用这两个报价 来做所谓的价差操作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系统的投资 举例来说 你可以在低的价格的 这个报价环境里面 比如说现在是领股的价格比较低 那你就可以在领股这个市场去收购 所有的领股 等你收购到一整张的时候呢 你可以到整股的市场 假设它的价格 整股的比领股来的高的时候 比你在领股平均收到的价格 来的高的时候 当然你就可以顺势一张卖出去 我也可以 比如说通常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是整股的价格 比领股来的低一点点 所以此时你就可以透过什么方式 买入一张整股 然后拆掉 把它拆可能一百股一百股 或者五百股 在领股的环境把它卖掉 那一样可以获取两边的价差 领股和整股的价差甚至还能用来观察 股票市场散户的夺空氛围 我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观察 就是领股跟整股之间 会有所谓的价差出现的时候 倘若今天是在多头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通常整股的价格会比较低 领股价格会比较高 如果说领股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又高于整股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的事情是 市场上的小资组 愿意花更高的成本 去追捧这样子的上市规公司 那就代表说此刻 多数是属于多头的情况 对 那这个可以观察 那如果说 今天的领股价格 已经低于整股的时候 又代表另外一件事 可能市场走入空头 为什么 有可能是一般的小资组的资金都不足 已经没有办法再买了 他就不会去追捧这个股票 近期市场波动大想逢低加码好股票的小资组 势必得透过领股买卖分比进场 想要克服心理恐惧 张坤林建议别看价差 又看跌幅百分比进场 领股事实上你是要透过百分比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迷失在所谓的股票的价格 价位上面 你应该反而是用百分比 比如说一旦股票的跌幅可能有10% 跌了10% 我可以再做所谓第二批的加码的动作 那请记得假设你要加码第三批的时候 这第三批的金额要依照第二批 你购入金额的股价的10% 也就是用百分比来帮你做明确的分批加码动作 而不要用股价 因为股价会影响的就是你的正常的判断 这个会有落差的 就是说你加码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用百分比的话 你就会明确知道说现在跌10% 那股价来到这边你就在这个价位去加码它 其实基本上我真的不会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就算它跌我自己也有存股 台信银我也有 那我拥有的过程当中也很简单 如果它跌下来那就是再加码而已 那这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我资金因为我有比例的控管 所以它跌下来我还有钱可以加码 倘若我没钱了你都永远all in 这也要提醒这个投资朋友 不要常常想有all in这件事情 你如果还没有练到那样子的功夫 就千万不要尝试all in 对 你可能会all part 不会all in 对那我会建议还是真的有资金的控管 有投资的目的 还有你的交易的频率 这些种种问题都要考虑清楚后 再去进场投资 比较适合你 那如果你都还没有考虑清楚之前 当然最好选择的就是零股 因为它的负担轻松 你可以先拥有 然后开始练习观察这个股票的市场